大家好,我叫杨清荣,今年12岁了,来自泰国的北揽公立培华学校。 我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中国参加小学生汉语桥比赛。 你们听过这首网络神曲吗?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,种小小的种,自开小小的花。 在培华的校园里面挖呀挖呀挖,种语言的种,自开普通话的花。 我非常喜欢汉语这么有趣的语言,阴阳上去像生调兄弟,生母育母像可爱的姐妹,和调皮的方块字组合在一起,它就是汉字。 小时候,我经常看见我的泰国爷爷,拿着带头毛的小竹竿,在纸上画画。 画完告诉我,这两个字是朋友。 爷爷问我,你想学吗? 我说想。 于是妈妈带我报名了中文学校,我最喜欢上中文课了。 老师教我们唱中文歌曲,尖尖纸,学写毛笔字。 我学到了很多中文知识,我们的课堂上每天都充满了欢声笑语。 老师还救了我一段逛口呢,让我来说给大家听听吧。 正月礼正月中,人逢佳姐喜盈盈,正月十五花灯会,全国各丢赛花灯,街上走步步行,我是高高兴兴去逛灯,大家小巷人杀人还挤不动,热闹闹嘻嘻嚷嚷去赏灯。 抬头看,数不凶,采集如铃灯如新灯,挨着灯灯,靠着灯灯,碰着灯灯,硬着灯,金灯,银灯,姓王灯,长灯,圆灯,长远灯,红灯,粉灯,橘红灯,方灯,扁灯,瓜角灯。 紫薯灯,黄牛灯,老虎灯,白土灯,龙灯,蛇灯,马灯,羊灯,狗灯,猪灯,灯里个灯,影像靠着金木灯,荷花握着鲤鱼灯,虾米追着螃蟹灯,还有一对龙舟灯,龙舟灯。 您快看正月十五花灯会,人群一对对,对的举花灯,花灯一层层层层层来赛灯,百盏千盏万盏灯,真灰窦眼天地红,花灯眉心赏不尽,五光十色赛迷宫,我看了一晚看不完,哟,怎么看不完来数不清,数不清。 谢谢大家。